- 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總共有7本 第一本是位於林姆格福,雅基爾湖北邊的一個營地裡面 大約是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從市府點,雅基爾湖北方出發 往東北方向一直走,就能夠找到 - 就這麼說了? - 喔,很兇哦! - 把揮箭 解決營地裡面的士兵跟狼之後 你可以在營地的一個屍體上,拾取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1 這個筆記可以解鎖火油脂、複神火油脂 以及抗火肝臟肝三種道具 第二本的製作筆記,就在林姆格福的西南邊 海岸洞窟市府點旁邊的商人身上 如果你沒有這個市府點,你可以從引導知識出發 有好幾個方式可以直達下方的海岸 商人就在倒塌的一個岩盤下面 你直接花600盧恩就可以買到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2 你也可以順便購買這三種胎藥 部分的特殊場景很有用 這個筆記能夠解鎖獸骨火炎劍系列 以及中毒胎藥的道具 製作筆記3 同樣在林姆格福 位置是引導知識東邊湖岸森林中的 流浪民族商人的身上 最近的市府點是海德要塞西方 從市府點出發往北,很快就能夠找到 這位商人同時販賣流浪戰士的製作筆記5 以及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3 流浪戰士的製作筆記5能夠製作引獸壺 而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3則能夠製作勇者肉塊 勇者肉塊能夠暫時的提升物理攻擊的威力 第4本筆記放在紅獅子城西北邊的一個房間裏 從廣場前的房間出南邊的門 進入右前方的高塔裏面 就在大木桶的後方,一個屍體上面 就能夠撿到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4 這個筆記能夠製作紅獅子火焰壺 力氣跟靈巧都能夠加成這個火焰壺的傷害 筆記5,同樣是在紅獅子城堡 位於獅子城南方的一個房間內 我的印象中,並不需要先擊敗城中的混種戰士和熔爐騎士 才能夠出紅獅子城西南方向的大門 你可以從廣場前的房間出發,往西南方向 沿路的小兵,順手全部收拾掉 穿過左前方的這一棟建築物 要小心哦,這裡左手邊有一個刺客 沿著樓梯上去,出門 門外有一條野狗,咬人超痛 筆記就在這個房間的一具屍體上面 筆記5,能夠製造免疫肉乾跟免疫白肉乾 都是能夠暫時提升免疫力的一個道具 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6,位於地下 在西夫拉河河岸,懸崖邊的一具屍體上面 從伺服點出發之後,上去後方的斜坡 就在不遠處的一個屍體上面 這裡有兩隻小怪,可以順手收拾掉 筆記6,可以製作腐敗胎藥,非常好用 製作筆記7,在格米爾火山的萊多要塞裡面 首先,從伺服點、廢魂河的終點出發 進入萊多要塞 擊敗這隻火焰主教 你可以得到主教的大火錘,和火焰主教的裝備 如果呢,你藍的打這些小怪,可以直接忽略 baby,居然偷襲鬥奶 製作筆記,就在後方的房間裡面 這份筆記可以製作巨人、火、火焰火 需要的材料是火焰花 信仰有能力加成 順便到樓上城牆的後面 就在白色幽靈的一個前面,可以撿到護符、火、對、蝎 以上呢,是全部的武器工匠製作筆記位置,以及路線 後續,我再整理其他的製作筆記 期待您的觀賞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 掰掰